写给未来的你余光中 孩子 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你可以是农民 可以是工程师 可以是演员 可以是流浪汉 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 童年 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 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 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 少年 我们让你接触诗歌 绘画 音乐 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 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 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 也不会忘记玫瑰的方向 理想会使人出众 孩子 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 理想纯洁你的气质 而最美貌的女人 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 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 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 但是 孩子 你尽管去争取 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 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 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 选择平庸虽然稳妥 但绝无色彩 不要为迎头小力放弃自己的理想 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 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 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 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 它往往不能带给你尘实的享受 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 学会精神享受 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 孩子 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 人生太过短促 而虚的东西又太多 你很容易眼花缭乱 最终一事无成 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 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迷 你得到的东西太过容易 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 如果你是个极聪明的男孩 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挑 记住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 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以 写好一本书 做好一个嘱咐 不要轻视频繁的人 不要投机取巧 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 你长大后会知道 做好一件事太难 但绝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 不管男人女人 不管墙内墙外 相交一场实在不易 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 但想一想 若大世界 有缘结伴而行的能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 生活中能有人伴在身边 听你轻弹 轻弹给你听 就应该感激 要爱自己和爱他人 要懂自己和懂他人 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 你的眼部要像春天般明媚 你要会流泪 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 你要懂得欣赏悲剧 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内俗 你是个独立的人 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 除非你像世俗妥协 要学会欣赏真 要在重重面具下看到真 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 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 而往往出类拔萃 又隐藏在悲锁狂荡之下 在形式上 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 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 如果你的脸上出现缠媚的笑容 我将会羞愧的颜面而去 世俗的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 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 不然你会因此无所适从 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 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 不要娇气十足 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 要回信写信给你的朋友 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 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 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 记住别人的东西 再好也是别人的 自己的东西 再差也是自己的 孩子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 但相当重要 这就是要有勇气证实自己的缺点 你会一年年的长大 会渐渐遇到比你强 比你优秀的人 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 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 但你一定要正视他 不要躲避 要一点点的加以改正 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 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 正直 勇敢 独立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